大家好,我是厚雄的執行長李翔 我們在厚雄咖啡館是一個社區長輩可以聚集的場所 那長輩現在已經熟識這裡,然後喜歡來這裡 大家在很輕鬆的一個氣氛下面來做健康的促進 但是除了在室內的這種場域之外 其實長輩會期待有機會可以外出 每次外出都是一個新奇的體驗 他們可以感受到他們非常的期待走到外面的時候 要經歷的一些新奇或者是新鮮的事物 那其實在我們埔里周邊有非常非常多人文的 然後這個生態的這種環境 其實是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 有很多的這個學習新知 然後當然也有懷舊的這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長輩每次出來的時候 哇這個花夾子就打開了 所以他們平時之間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聊 然後又帶著一些紀念回去 其實在他們老年的生活裡面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健康 然後非常有意義的一個生活的方式 在表面的地方 我們要留在一個月的地方 可以做一些時間 我希望你不要再多給我 我希望你再多給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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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希望你再給我